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同学在包装的时候发觉有利品难 因为有蜗蜓一枝 如果包装面很理想 最理想是包巨年包装 我今天示范用蜗蜓和大家包一集花 我們用的花材會用到 譬如彩星、水竹草、圍蘭、 雀巢芒和茶葉 這些雀巢芒回來的時候 人色是有些泥的 你可以用布這樣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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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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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對著自己,像這支左右左右都有 比較均勻一點 特別是頂部份,那些圍欄 不要凝固在後面那些,就不要選擇 選擇盡量向前,就會比較盡靚一點 首先這兩支的雀巢芒,量度一量 大約要28吋左右 28吋 將這兩支雀巢芒,好像這個爛了 不太好看,你可以將這一塊重疊 兩塊這樣 你可以有一點高矮都可以 反轉它 我們用一點膠紙 在這些位置 你可以用膠紙先黏一黏 在底下黏一點膠紙 在這些位置 少許斜斜底的,少許斜斜底就會好一點 然後變成這樣 好,然後我們再將 這些水粥草 這個水粥草是多長呢 水粥草大約 你預算它 都有32吋長 你放上去 剛剛平底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剛剛平 兩支就要散上來 就是這樣 彩星 彩星 鋪上去 彩星的長度 就預算 好像穿上去 差不多 27吋 28吋 都可以 大支 在上面 小支 小支 就在左右 上面高一點 左右的就矮一點 這樣 放上去 這樣 放上去 大約是這樣的 形狀 當然,如果有同學覺得 好像太淨 太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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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些玫瑰 你也可以加紫梅 這樣 紫梅回來 這些反 你一定要先撕掉 這些位置 通常兩三塊 在外面 這樣 撕兩三塊 這樣 就可以了 在鋪玫瑰之前 你最好 把少許茶葉鋪上去 茶葉 剛才已經說過 先撕掉下面的 那些 只要按頂 左右 加少許 然後 再加少許 再加少許 的玫瑰上去 把葉放進去 中間一枝 左右兩枝 這邊有兩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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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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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層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用膠紙 塗一下 塗一下 剛才的方法 在這個位置 塗一下膠紙 這樣 至於一束花 長度 多少呢 最重要 反而是 你塗膠紙 的柄 通常塗膠紙 對落兩個拳頭位 大約八寸 這個位置 這個膠紙位 落兩個拳頭位 這個位置 你可以用膠紙 把它剪掉 平腳 可以了 不用剪斜腳 不同 插花 插花 我們就剪斜腳 這個我們平腳 因為你放棉花在樹 上去的時候 如果它枝是尖的 反而吸不到水 這個平腳 它容易吸到水 所以膠紙位 對落兩個拳頭位 才可以 今天這束花 你預算是三十二寸長 就可以了 然後把棉花 放在底部 包著 現在不用太濕 因為後期可以再加水 也可以 用膠袋 包著 包著 其實包裝 我們通常分三部份 第一 我們叫排花 第二 當然 用什麼紙包 用紙 用紙 直布 手油紙 第三 就是放釋帶 我們現在 把這張紙 抹乾 拿一張 我們叫雪梨子 雪梨子 你放上去的時間 這個位置 你拿兩張都可以 拿兩張 就比較硬 好 首先 把兩邊的角位 放進去 兩邊 這個角位 放進去裡面 兩邊放進去裡面 然後你可以拉出海邊 在這個位置 然後拉出海邊 拉出海邊 在這個位置 我們 於是 就這樣 輕輕地攪拌 不要鬥起 因為這樣鬥起 水會倒出來 所以拉出海邊 在這個位置 這張其實是底紙 不需要太緊張 主要是遮住膠袋 在這個位置 這樣 稍微遮住 裡面的八腳 這樣 先放進去 這樣 這樣 用剛才的方法 你這樣 就放在這裡 我膠紙 連一連 最重要的是 這隻手指 食指 先頂住紙 先頂住紙 然後 這個拉出來 然後 輕輕 連回它 這樣就可以了 實際上 做了這一集 圍欄的 一個線型的 把褲包裝 這集 要做幾大集 大家 記得一些步驟 最重要的是 研膠脂的方法 擺的步驟 和襯花 就可以了 練習多些 包花 會包得很美 家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